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 想要嫁入豪门就要赌到豪门的恩权 好好好 好好好 你一直在等我啊 那不然呢 我可以等别人你愿意吗 你敢 开玩笑 刚买的虾饺都是你爱吃的 你赶紧一会儿演出了赶紧吃 我们今天只排练不演出 不演出 那你吃什么饺子 赶紧收起来吃什么速冻速冻饺子 走走走 我要吃小龙虾 我要吃牛吧 我要吃鸡包 没有问题 鸡包鸭包鹅包全给你们 未来的奥斯卡旅行 想吃什么都没有 那可不是 你可得对我好点 等我奥斯卡拿奖的时候 我能感谢你 喂 你在哪儿啊 你这个笨蛋 对 我是个笨蛋 我是个笨蛋 你真的不恨我吗 我想你 回到我身边吧 小苗 我一定会 好好地爱你 我保证 我马上去找你 别别 我今天太累了 明天吧 明天下班之后 我直接去你工作室 好 一吃一碗 听到有趣了 不听我 deliberate 你不知 许臣 你不跟我 人家 也不跟人家 你不许臣 你不许臣 好 我知道了 李游阳来电 复合 成功 您离光表会 是李游阳的工作室 准备最重要的收官 咱们给你小山 准备复合仪式 那山上怎么办老大 总体有人收拾残局 你们这是 都看我干嘛 不又是我吧 恩公 沐 你真的让我一个人干呀 只要把文章发给你的闺蜜芳苗 李游阳一定无话可说 如果他再敢周山芳苗 咱们就把文章 发到网上 无论是站在你闺蜜芳苗的角度下 还是要打击复合大师 这都是最好的机会 一击避重 击不合适 师傅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纠结过 我信心百倍地 想上一个地方出发 可是到中途我却发现 那个地方和我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需要一百八十度 掉头朝回走 可这不代表着 我背叛我自己了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师傅 师傅你在吗 能够帮助人 是一件多么喜悦的事啊 真的不知道方妙 她怎么想的 要那些奢侈品的干吗呢 要换作是我 就算我拥有再多的钱 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别墅 让我住着 这大晚上的 我还真害怕呀 你的暗宫 要是你 如果你是林优扬 你会介绍像方妙这样 为了物质而不顾一切的女孩吗 我对方妙 可能跟你看法不一样 你之所以不了解方妙 是因为你不是她 你呀 本地人 从小含着金汤吃长大 不愁吃 不愁穿 自然对物质没有什么概念 可是据我们调查 方妙家里五个孩子 她是最小的一个 她十一岁考进了舞蹈学院 后来 考入到超剧场 作为一名职业演员 我造访她舞蹈学院的同学 她妈妈身体长期不好 她作为演员 每次到了月底 都要把工资拿回家 不得加油 那么 对她来说 把结婚当作改变自己命运 甚至自己家族命运的 唯一机会 我想 这也可以理解吧 其实我们最大的错误 就是拿自己的人生尺度 去衡量别人的人生 你们年龄相当 你说 如果在满月的时候 你们俩的命运交换 你觉得你们俩现在会一样吗 安功 你说的这番话呀 我觉得一时间 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去回答 不忽然之间呢 也挺理解她的 可是 安功你这么懂她 这么理解她 那为什么还要 设这么一个局 去折磨她 不是折磨 是让她看清楚我 又如何 一下子 那为什么还要 自己将来可能面临的未来 世界是多元的 每个人都有选择 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 只要不伤害他人 我们就没有权利分担 但先提是 你要对自己的人生 对自己的未来 有正确的规划和判断 其实我们选择人生道路 就像对上帝要三明治一样 我们不可能对上帝说 上帝呀 我们只要火腿不要面包 或者上帝呀 我们只要面包不要火腿 所谓的三明治 就是面包和火腿 永远在一起 我明白了 安公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个人既然选择了 要这个大别墅 你就是要接受 一个人住这个大别墅的空旷 是这个意思吗 聪明 那如果他 他选择跟喜欢的人 住个大别墅里面 这样有问题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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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